乘上氯离子的体积末溶度 这两个体积末溶度的乘积 叫做溶解度积 我再讲一遍 银离子的体积末溶度 我们知道体积末溶度 它的表示法都是一个中话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用中话号去写任何一个东西 就表示说这个东西的体积末溶度 用这样去做一个表示 在这种状况下面 银离子的体积末溶度 跟氯离子的体积末溶度 两个相乘 它们叫做溶解度积 好 这边告诉你说是 它的前面十二之一的表 它告诉你 氯化银的溶解度是1.9乘以10的负4 当氯化银能够溶解的时候 它一定是银跟氯是等量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 它的体积末溶度是多少呢 是1.9乘以10的负4 克除上108加上35.5 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它的默素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来除上0.1升 对不对 是100克 因为100克最大的能质量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来看看 我再讲一遍 这个是从表十二之一 告诉我们的 是每100克的水 可以溶解1.9乘以10的负4克 对不对 然后你1.9乘以10的负4克 这个氯化银 它有多少默呢 就是1.9乘以10的负4 除上108加上35.5 对不对 这是它的适量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再除以它 容易的体积是0.1L 容易的体积0.1L 那你说 为什么你100克的水 不加上1.9乘以10的负4呢 因为这已经太小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你如果说非要这样加的话 是不是100 变0.0.0.1.9克 对不对 1.9乘以10的负4 加上100 是不是这样 那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字呢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的时间就是100 了解的意思吗 好 然后 这样出来的话 1.324乘以10 乘以10的负5 然后你把这个数字 1.324乘以10的负5 这个数字 这是 m 然后把它带到这个上面来 然后 这两个数字 相乘是1.76乘以10的负10 如果说你真要把这个东西 算进来的话 出来 它的数据 会接近1.82乘上10的负10 这个就是氯化银的溶解度基 溶解度基是做什么用呢 原则上 如果说有一个KSP 它大于10的负6的话 小于10的负6 如果说一个KSP 小于10的负6 我们说这个东西原则上就是不容 是利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判断 所以 附入D 只是给你这么样一个概念 说 当溶解度基太小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不溶解的 表姐这意思吗 好 所以 如果说 李家吃的炎绿化辣来讲 它绝对不会有KSP 因为KSP太大了 对不对 因为它几乎百分之百溶解 对不对 那几乎百分之百溶解 你写KSP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 当我们去查说 有哪个东西是不溶解的时候 我们就去查它的KSP 当它的KSP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概念 说 这个东西是不溶解的 好 问题来了 因为有KSP的呈现 请问它到底是不溶 融 融 只是很小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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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这意思吗 好 所以说KSP的用意 是在这个地方 好 当我们讲融度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这边 当硫酸完完全全解离的时候 这边一定有一个先决条件 叫做完全解离 为什么叫做完全解离呢 为什么叫做完全解离呢 所以 牛酸的解离 或是二元酸的解离 或是二元碱的解离 都是循着这样的一个模式在解离 所以你的附录里面会有一个 好 请看附录F 请看附录F 我忘了 牛酸在哪 牛酸好像没有写在这里 好像没有牛酸 对不对 有啊 有吗 有 有 有 到处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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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告诉我 他的K1是多少 K1没有 K1没有 你那是氧原酸的 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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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SO4 的硫酸 OK 那他的K度是多少 1.20 0.20 1.20 乘以10 到处毕业 对不对 这边为什么要写K2 这是K1 这是K2 如果说这个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请你找磷酸 这是一个弱酸 它一共分成三个K K1 K2 K3 请你看K3有多少 -13 -13的话 请问它到底解不解离 解离 但是很少对不对 是不是 好 在这种状况下面 当我们讲二元酸或三元酸的时候 都会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叫做完全解离 我们才能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才能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在讲酸碱的时候 好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当我们说 有 我们用 一 Mola H2SO4 就是 一 一体肌磨溶度的硫酸溶移 那请问 这时候 它的氢离子浓度是多少 按照这一个来解决 它的氢离子浓度 这边是一的时候 请你注意 这边是二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它的氢离子浓度呢 就是氢离子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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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们在国中的时候 练习化学剂量 或是酸碱中和的时候 都会这么多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这边决定不会写E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这边是 沃尔系数比 所以说 这边一 这边就是氢离子浓度 其实这个时候 就已经有 荡量的概念 这就是所谓的 荡量概念 那荡量 荡量 荡量浓度 最重要的 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 氢化还原的计算 但是高中 有没有氢化还原的计算 没有 那为什么要用在氢化还原的计算上面 要用荡量来算呢 因为要牵扯到氢化 氢化素跟氢化素的一个变化 好比说 这个氢化素是多少 我告诉你 是氢化素是多少 正方 从正七到正二 请问它改变了多少 五 所以当我们去计算它的时候 这个东西的质量 我们要除以五 就是才是它的荡量 这是在氢化还原的计算上面 高中 对不起 没有 高中不计算氧化还原的计算 所以 你可以略过它 对不对 你只要知道二元酸这边 或三元酸是 一比三或一比二 就好了 对不对 二元酸跟三元酸 是不是一比二或一比三 就好了 对不对 你只要知道之后就好了 所以你不要去管这两个字 我的小孩在读国二的时候 当他们开始在上第二章 讲重量百分比 你跟体积百分比的时候 他们老师很厉害 可以教到这边 依次教我 他们依次教我 连体积墨尔文部 什么叫做墨尔一起教 然后一直教到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老师绝对不敢讲 当用两个字出来 因为那是违法 因为国中不许讲 结果到了高中以后 他们老师说 这又大量 懂不懂 懂就算了 所以 在整个化学计量上面来看 只要你能够知道 莫尔素的笔的问题 原则上 在酸减综合的计算上面 就没有问题 所以 你原则上不必去考量 所谓的 大量计算 了解这意思吗 好 好 好 所以高中原则上是不讲一讲化 房源计算 好 来我们再翻过来 请各位找到学习评量的十二之三 好 十二之三那边 先讲说 某地河水的有十公斤 经过分析以后 有2.5mg的 倍离子 然后 请问他的 有三个 一个是重量百分容度 一个PPM 一个PPB 然后 叫你去做这样的计算 原则上 就是 2.5mg 除上 他这边有十公斤 对不对 十个KG 这一个单位 就是 所谓的 PPM OK 好 你把这个记下来就好 然后 PPM 等于 一千个 PP 然后 2.5mg 是 2.5 乘上 10的 负3 克 然后 10公斤 是10 乘10的 三次方 克 乘上 百分之百 就是 重量 重量百分 2.5mg 这样的 换算 请问四位 有没有问题 还好 所以 当你们去记 PPM的时候 请你把这个记下来 mini ground 以上KG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不用PPL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用什么呢 因为你说这差不了多少 L跟公斤 原则上 差不多 mini ground 对mini ground 但是 这个比较有浓度的异味存在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这是体积 这是重量 好 然后 这种呢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都是用这样的 一个表示方式 我们很少用PPM PPB 或重量百分 来做表示 这在我们分析实验室里面才用 这样的状况 好 这个就是很快的 可以让你了解 mini ground 跟KG的比值就是PPM 这边 就加减乘数 这边也是加减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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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不过是在 这个地方 OK 这是很 很简单的一个练习 好 请各位看到12-4 49克的纯硫酸 然后呢 在足量的水中 最后配置成250ml 毫升 然后剂量 它的体积末溶度 请你注意哈 它只叫做硫酸的体积末溶度 请各位不要太过于快变成氫离子的末溶度 这边 这边 讲到说49克 硫酸的涉量是98 然后呢 这边是0.25L 你把这个算出来以后 就是它的体积末溶度 OK OK 好 下面12-5也是那样的一个原则上的一个计算 好 这边 请各位看到荣义的稀释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荣义的稀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 稀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融质量不变 对不对 不然就比较稀释 是不是 既然在融质量不变的状况下面 不管呢 呃 原则那种是加水嘛 对不对 水才要稀释嘛 否则的话就叫什么 变稠嘛 叫皮笼嘛 好 各位看那个图 各位看那个图 第一个呢 他把这个酸取出来以后呢 把酸加到水里面去 对不对 那个瓶子叫做凉瓶 请你注意那个凉瓶上面只有一个刻画 对不对 然后在那个刻画的状况下面 他说直接把水加到那个刻画上面 对不对 这就是课本上面所谓的完成了他西式的作业 请你注意哈 西式的时候一定牵扯到一个因素 叫做热 尤其是酸碱的西式 除非他不是酸碱的西式 可以这么做 好比说你西式绿化吧 你西式眼泪 不会有热 只要是酸跟碱 先跟各位沟通一下 我写碱都是这样写的 我写碱不是像你书上面写的 只要西式酸跟碱一定有热的因素 所以我们在西式酸碱的时候 会加上几个步骤 第一个我们一定会静置 也就是说摆到隔夜 然后让他的温度能够回复到室温 然后再做调整 调整 调整是什么意思呢 是把那个液体 再重新的加到量平的刻画 然后这个时候呢 请你注意 因为这个西式的容易 我们要来用 不管是低定也好 或者说反应也好 对不对 那你心不希望他知道他实际的浓度 一定希望 对不对 所以第三个 我们一定会牵扯到一件事情 叫做凋病 在实验室里面 在实验室里面 四位 万一你不信 哪天心血大一招说我要去抵你工农医 你一定会进实验室 实验室里面一定会包括了 静置调整标定 标定完以后 这个东西才能用 否则的话 那就是一个不知浓度的液体 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那有一种东西呢 不必标定 水 不是 这一种药品 化学药品 不必标定的化学药品 那种不必标定的化学药品 它的瓶子外面 会有一个注迹 它会有这个注迹 低定用的 低定极的化学药品 这种只要你用 电子天瓶秤了以后 直接溶解在水 定量的水里面 就直接可以计算它的浓度 这种东西已经不需要标定 好比说 我们用的一个低定极 叫做氯化药 多大一瓶呢 告诉各位只有这么大一瓶 然后里面多少克呢 10克 10克的氯化药 一个小塑胶品 一个小塑胶品 你们去超商或者说超市 买那个一包盐 一包盐是一公斤 一公斤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告诉你 14块 一公斤14块 你家吃的盐 你知道我们的10克要多少 一公斤 一公斤 两千多块钱 两千多块钱 那个上面就写的是低定枝 也就是说你直接秤 秤了以后你直接融解 融解融解就可以拿来用 不必需要低 标定 不必需要标定 所以 除非是这种化学药品 否则的话 任何一种化学药品 经过你的融解以后 都需要标定 好 既然是低定 融质量不变 请各位看这边 我要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课本上面所讲的 下面那一个东西 一大套 最后它有一个柿子 CCDE 好 它用这个低法代词代表反例子 就是C式 我比较习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 用一跟二代表前跟后 这C式前 这C式后 好 这一个柿子 适合做什么 一个C式 第二个 第二个 酸碱综合 酸碱综合 包括氧化还原的计算 至少包括这两个 第三个 还要适用 在C式的时候 适用 在哪一个上面 请你注意 适用在重量百分比 跟体积百分比 的C式上面 都适用 只要有一个情绪 请你听清楚思维 只要这两个体积的单位相同 只要这两个体积的单位相同 不管是C式也好 或酸碱综合也罢 就可以直接计算 或者是说 在C式的时候 不管它是体积墨浓度也好 甚至它 倒量浓度也罢 包括重量百分比 跟体积百分比 都一体适用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万能公式 既然是万能 所以它运用的时候 就存乎一息 我再讲一遍 因为它是万能 所以用的时候 就很有技巧 我只告诉你 西式可以用 酸碱综合可以用 因为接着到什么 融质量不变 这是西式 酸碱综合 酸碱综合 为什么可以用 因为酸碱综合 是不是说 氢离子浓度 要等于氢氧跟离子浓度 叫酸碱综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前面 是氢离子浓度 这个后面 是氢氧跟离子浓度 这样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酸碱综合的计算可以用 西式可以用 所以读化学 这个式子一定要用 所有的化学计量到最后全是在用这个式子 课本 课本讲的很复杂 其实它就是一个融质量不变 或酸碱综合的时候 氢离子浓度 要等于氢氧跟离子浓度 要等于氢氧跟离子浓度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了解了吗 有些国中老师他们在教这个时候 教的太复杂了 因为他是用重量百分比来教这个东西 但是很多老师很技巧地把这个教给学生 因为计算你不够快的话 你再会也没有用 因为你考试还是要有固定时间的 所以说既然碰到计算较快 快的话请各位务必把这件事情一定要学下来 我再讲一遍 西式酸碱综合 因为你没有氧化还原计算 所以说酸碱综合的计算一定会有 所以这两个 都是一体实用 OK 好 这是容易的西式的部分 请各位看 学习评量十二之四 十二之四 学习评量十二之四 学习评量应该是土黄色的那个 好 好 请各位看十二之四的西 他说需要准备至少多少体积的六摩拉的硫酸水容易 才能足够稀采到两百五十毫升的 两百五十毫升的 两百五十毫升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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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先把这一部分擦掉 他这边所问的一个问题 他是说多少体积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六摩拉乘上V等于 然后说两百五十毫升的零点四摩拉 然后存上0.2250毫升的零点四摩拉 然后存上0.2250毫升的零点二 是摩朗的250毫升 他说要用多少的体积 要用多少的体积 这是硫酸溶液的体积 这是硫酸溶液的体积 这是硫酸溶液的浓度 这是硫酸溶液的浓度 然后请你直接把V等于60.4乘上250 然后请你注意既然这边你所用的是毫升 所以最后出来的答案就是毫升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换转成一下毫升 一下毫升一下毫升 这种题目 除了在课本上面会出来以外 我百分之百分离保证考试绝对出来 考试会出什么呢 对不对 考试会考试 需要加入多少落的水 那请问这个要怎么算 这个里面就牵扯到一件事情的密度 为什么要牵扯到密度呢 很简单 密度等于什么 profile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给你密度的时候 是不是你能够算出来250毫升的质量 然后按照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可以算出来硫酸的莫尔数 然后按照硫酸的莫尔数 是不是可以算出来硫酸的克数 然后呢 这个最后出来了250毫升 然后有了这个密度以后 它是不是容易的克数就出来了 然后溶质的克数不变 那是不是最后加上有多少水的问题 是不是 然后加入多少水 再把它灌穿回来 它有多少毫升的水 了解这意思吗 这就是玩一种文字游戏而已 这种题目 你要找多少就有多少 都是在玩这家伙 所以各位 四位亲爱的评讯 重量百分比 跟体积莫容度 中间的换算 是一个高中深度化学剂量的一个基本要求 因为高中不会单单要去计算体积莫容度 高中更不会单单要去计算重量百分比 而是把重量百分比 跟体积莫容度 跟体积莫容度 是把重量百分比 和体积莫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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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理想气体公式 PV-NRT 请各位回去稍微看一下 有关于这整个的容易化学剂量的东西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就要讲这个 PV-NRT 这在国中是没有碰过的 对不对 但是你高中一定要会这个东西 这只用在什么地方呢 气体 好比说大理石是碳酸干 碰到盐酸 它会产生什么气 泡泡 泡泡泡是什么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那你在国中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说 产生多少克的二氧化碳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高中会问你说 产生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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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克的二氧化碳 就要用这个来做计算 高中就绝对不会再问你说 我有多少的盐酸 我有多少的碳酸 碳酸 碳酸 钙 然后呢 我会产生多少克的二氧化碳 不再问这个 而是会问 产生多少 产生多少 体积的二氧化碳 怎么计算 下一条 OK 好 好 听 讲到这里 请问 有没有问题 还是多听不懂 还是多听懂 多听懂吧 计算部分比较困难 好 计算部分比较困难 等我们这一章讲完以后 后面有很多习题 各位要写 习题要交了 我先讲 习题要交给我 不是每一题都要写 但是我勾了你一定要写 然后呢 既然要写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席座交给我 OK 好 下个礼拜见